今年台北灯节展区 从西门捷运站途经中华路一段 到北门的一路上都有展品 民众可以散步赏灯 还能到附近的台北相机街走一走 饿乐在荣丁商圈的在地美食可以享用 3月2号会举办汉服走秀跟实境解谜 让大家可以尽兴游玩 台北灯节中华路展区上千颗色彩缤纷的灯笼 化成隧道 福星国小和西门国小学生 发挥创意绘制出灯节作品《龙藤四海》 不少游客看见天桥上的灯饰都特地来拍照 它很美丽 而且颜色的灯笼 我们看得很美丽 我在高中华学校在高中华学校 32年 所以我看到这些孩子做的事 我感到很感兴趣 今年有针对中华商场的元素 还有针对我们影音节 我们当然希望有一些意象 很多灯饰很漂亮的 这个音符我觉得都蛮符合 今年台北灯节 从捷运西门 途经中华路一段都有展品 中华路影音节也配合灯节 推出摸彩活动 抽出包含电视 蓝牙音响 手机等大奖 镜头来到有台北 银座之称的荣丁商圈 现在也因应台北灯节 将在三月二号举办汉服主题活动 有走秀还有实境解谜 在地二十个店家 还推出促销活动 不管要吃新鲜生鱼片 或是老字号牛肉面 甚至变装cosplay 烘焙DIY都应有尽有 那我们那边有放了很多的灯海 还有灯树 把这边边装得很漂亮 同时呢 我们有二十个店家 跟我们参与这样的促销活动 除此之外 摄影爱好者也要注意了 台北相机街举办台北灯节摄影竞赛 鼓励民众拍出有故事性 或是趣味的影像 争鉴日期至三月八号 目前已收到四百件以上参赛作品 台北灯节不只有特色花灯 可以欣赏 邻近的商圈也浑身是宝 赏灯同时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记得姜凯婷孙银翼台北采访报导